屋倫、星巴克和Trader Joe's員工申請成立工會 工會官員表示 位於屋倫的一間星巴克和Trader Joe's員工 已經入址申請成立工會 Trader Joe's United是一個由勞工帶領的運動 他們在星期三發布了標題為向老闆進軍的視頻 並表示屋倫和紐約已經分別有成員申請參加工會選舉 根據《洛杉磯時報》的報導 勞工的部分不滿是與員工的安全及財務保障有關 日前 屋倫一間星巴克門店員工成為該市首個 亦是阿拉米達縣不到一個月內 第二個尋購組建工會的勞工團體 有員工代表在星期二接受了媒體電話採訪時表示 屋倫門店有14名員工中大部分都支持成立工會 他們認為門店任手不足被員工帶來了壓力 而雖然最近員工獲得加薪 但經理卻削減了他們的工作時間 星巴克的發言人Andrew Chau 通過電子郵件對事件作出了回應 他將星巴克員工稱為合作夥伴 並表示尊重合作夥伴之間 組織和進行合法工會活動的權力 同時否認星巴克有違反任何勞動法 他同時也補充到 如果屋倫門店的合作夥伴 投票支持工會代表 星巴克也期待和勞工代表會面 並根據不同門店的情況進行溝通和談判 天下威士記者編輯報導 架》 亨輩 金副 屋